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拼赛的比赛情况 那么在今天南单第二位出场的选手就是咱们的中国名将马龙 也是本次世拼赛参赛年龄中国队里边最大的一位选手 这次如果马龙能够夺冠的话将是他历史上第四次拿到世拼赛的冠军 成为中国历史上获得世拼赛冠军最多的一位选手 同时的话也将追凭前匈牙利明将上古时代的世拼赛超级大神巴纳 四次问鼎这项比赛的冠军 不过这第二轮比赛第一局打的是极其艰难 那么双方一直打到15比13马龙才终于咬下这一局比分的胜利 其实这场比赛马龙上来进入状态是比较慢的 3比7 4比8 一度落后的分数是非常多的 那他的对手是加拿大华裔名将王真 这名选手原本的话是咱们的河北省队打得非常出色的一名选手 但是在国家队由于获得不了太多的机会 所以转去加拿大 也在加拿大获得了这种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 连续参加了里约奥运会 以及刚刚过去的东京奥运会 属于那种国际比赛经验比较丰富的选手 最高的世界排名是来到45位 所以通过他过往的履历来看的话 应该说整体实力还算不错 但是与马龙尚有差距 而且双方年龄也差不多 体能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打马龙的话 第一局比赛能够打成这个样子的确是非常不错 不过在第一局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画面 双方在打成13平的时候 王珍的一个回球 他自己认为是擦边了 而且也主动举手向马龙友好失忆 但是裁判经过判定之后 说这球是没有擦边 判定马龙得分 这让王珍非常的不满 其实他的教练员也认为这球没有擦边 让王珍不要再跟教练 跟这个裁判员去争执了 但很显然 他自己没有办法平复这个心情 最终很快输掉了这局13比15 而后面的三局比赛 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球的影响 总之他打的就没有像第一局这么的出色 再加上马龙状态也要回来了 最终马龙后面三局比赛赢的那就比较轻松了 不过在观看直播的时候 我们知道移动端的平台 也是对这场比赛进行了现场直播的 而这种移动端平台的话 是可以开启弹幕的就是你可以边看比赛边发表评论 并且这个评论会在弹幕当中弹出 当这个争议球出现背叛马龙得分的时候 原本啊 这的确算是一个运气球 而且是对咱们中国队是比较有利比较好的 大家应该感觉到比较好的一个事情 但是在弹幕里出现了非常多不好的声音 说马龙赢了这场比赛靠运气 如果这一分没有给马龙的话 那马龙这场比赛就被淘汰了 等等非常恶毒 非常不友好的话语出现了咱们的直播间 一时间让我们很难分清楚 究竟这些球迷是加拿大球迷 还是咱们中国球迷 你明明发的是中文 却在替一个加拿大选手加油 马龙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国平英雄了 那他为中国队获得了非常多的冠军 带来了非常多的荣誉 没想到在这个时候 在出现争议的时候 大家竟然全部都向着外国选手 这个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理解的 很多球迷都会质疑 马龙这么大了 还在国平当中担任主力 参加视频赛这样的比赛 说什么马龙占了很多年轻圈的位置 但你仔细想一下 这是马龙占位置吗 马龙这个视频赛资格是怎么得来的 他是通过直通赛得来的 自己打出来的 赢了樊振东 赢了王楚清 很多的 目前处于中生代的国家队主力 才拿到这个资格的 可以说是实质名贵 如果说马龙的这个资格 是教练员 最后临时给的 说一定要让他来参加这个视频赛 你这个 说他占人家位置 还有理由 那明明是人家打出来的 为什么还要质疑 人家占了视频赛的资格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可理喻 也是对我们这种国家运动员英雄的 极大的不尊重